然後我是想說看要不要大家有沒有想要問阿姨啊 或者是某話大哥問題或者是議題之類的 或者想要分享我覺得也可以回歸給阿姨他們 他們應該會很開心這樣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抗爭是怎麼樣 那你們這樣抗爭下去會有我們要的結果嗎 這樣一直走下去會走能走多久 他會有我們這樣抗爭一定會有得到我們 好的話 我們要這樣少 就是我們因為這個抗爭 然後那個桃園的那個觀音跟那個爐竹 他們的封車的案件 這個封車的環評案就是被迫回 29支被迫回 29支的開發案被迫回 對啊所以當時當我們 我們自己願五支也在 就是他第二支還差也被迫回 所以我們本來是四支 因為這個抗爭就是少了五支 就脫硝三支嘛 脫硝三支嘛 脫硝三支嘛 我們五支就十支了 然後 骨子那邊 29支 就四支了 阿姨說喝到本來是說 有可能是因為現在在炒這個安全群的這個規法 所以其實會讓行政單位有壓力說 後續的一些開發的工程 因為已經有這個爭議了 所以他們其實應該要更嚴謹 所以我們就幫桃園 就是觀音那邊擋了29支的環評跟退表 那我們自己也因為這個抗爭的過程中 我們到處去抓他們環評違法的地方 就發現他們環他有一個居民的問卷 他有造假的嫌疑 那我們去提這個 然後就是二次環他 就等於整個駁回 所以就是院裡的五支 通硝三支 後龍三支 就是總共 11支 就是被駁回這樣 所以現在院裡就是14-5 就是有9支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 當天我們大家就是 就是守在那個 一體有趣 就是我們守在環環 就是那個環保室外面 睡在地上 經歷了一整天 因為他從9點省案子 然後省省省省省 然後半夜我們是倒數第二案 省到10點吧 9點半 10點 然後才換我們進去 然後得到這個五支被駁回的消息 大家都很開 大家就襲擊而起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小小階段的 算是 不知道是不是算成功 可是我覺得是至少 這個力量有督促行政單位 他們要更嚴謹的去把關 然後有壓力這樣子 那你說 真不爭取得到 就是 我覺得力量 像今天在做的 就是也是一個 我們怎麼樣讓社會大眾 更知道這件事情 關注這件事 那我覺得社會輿論有 然後相親兼死 然後 其實有很多工程師 或是我們的法律訴訟也在走 我覺得就是 一步一步這樣子往前 就是 創造更多條件這樣 嗯 有很多地方 在我們內部相處的人 有很多地方 在我們內部相處的人 在我們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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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因為 要不要 透過這個風車的時候 大家 還不知道 我們這個小小的 角落裡面 有一個燕�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風車之後 一直出名 才有更多人 懂得 某某個地方 有個燕� 就是這樣 才有人知道 就是這個風車之後 一直出名 才有更多人 懂得 某某個地方 有個燕� 就是這樣 照人知道 我覺得阿姨剛剛他們講 是說 他們已經不是在 院裡的個案上面 去理解這個抗爭的意義 我覺得他們已經跨出去 在想 還有其他的地方 你在蓋風機這件事 甚至他們最近也開始關心 我們前幾天去騎嶺 然後像這幾天大苦的事件 我覺得這個抗爭 給的東西 不是我們真的 的確很有具體的風車 要抗誤 可是我們 所以我覺得他們每個人心中的 也有一個小的風車在對抗 他們也在往前走 在打開一種公民的視野 怎麼看待社會跟自己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是最珍貴的 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大家要分享的啊 或者是 提問的 我做佐證的 我這車外面的黑板 萬里我台車不對 我剛才有加一個里長的 我們的里是裡面的 裡面的里 也有人寫那個里 那是燕鋼你的里才是 燕�裡也有人寫沒有里 要救食的時候 他跟以前日本里 我回事 我以前認識 然後在店不知道 人家要分享一下嗎 火車站就是 就是比較 那個時候是那個里沒有做 你們因為你也有火車站 有有有有 這有個問題 等一下請問一下 這是怎樣 第一 兩三百塊 你去給老師三五 呵呵 那現在剩下九隻 現在還在抗爭當中 已經蓋起來幾隻 繼續抗爭還有幾隻 那 就是 因為我一直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就是警察難道沒有住在當地嗎 為什麼他們不會就是為著當地 就是站在李明的那個立場去想這件事情 韓國警察要拔鋸鐵、鎮駕 那什麼會留正房子 這該死的留正房子 大府那邊的警察一定也有人住在房子 我們那邊海岸也有警察 對 我跟妳說那些警察都不老鄉 不老鄉就不老了 只是住在當地的警察 警察可能罐都不大 他只會說 你回家 對 他就會私底下這樣 你回家 他說人家是合法的 對啊 跟妳說他們 他們的警察都很學習的 我都... 現在說什麼都沒有 你們去搞啊 你們去搞啊 我們這是合法的啊 你們去搞啊 我們明知道他們的環境是造假 我們本就不是事實的 也不是合法的啊 他們就叫建成了 對啊 就一直扣出口 會中來看人在抗議 沒人在扣出口 就要反抗了 又把他們出口 後面這樣這樣扣 所以警察住在當地 算很少就對了 也是蠻多的 我告訴你們 我們在抗議的時候 齁 差不多每次都 檢查都比我們 都會派當地的警察 然後你們全面要去掉 就是到時候風車蓋起來 風車陣也是警察他們也是會中啊 為什麼... 你問那個問題是想知道說 為什麼警察對我們不能走 就是... 不是... 我... 我就是想說... 因為... 大家都會覺得說風車有影響嘛 像那個阿姨剛剛講說 都去問了三個地方 甚至有人說 那我晚上開一個房間 就是你睡在那邊 體驗一下風車 那... 既然... 這麼多 因為... 不只是... 不只是院裡嘛 就厚容也有 阿甚至台中那邊有風場 可能認識的人 大家都... 多少都有聽到風車症的危害 那為什麼... 既然警察自己也住在當地啊 阿為什麼不會想說 這個風車到時候蓋起來的話 那他們自己家也是受到影響 我覺得警察也蠻多... 無奈 無奈 就是真的有蠻好的警察 可是也有真的... 你... 打死... 他私底下要跟我講話 我都不想秒他 可是真的也有那種... 很好的警察 就是... 有時候我如果... 抗燈太激烈 他真的會在旁邊喊說 賀啊... 玉玉啊... 你盡力了啦 你盡力了 就是... 其實那時候我很想要流眼淚 就是... 他知道我是鄉親 所以... 他就說... 好了你不要再... 就是... 譬如說他要抓我的時候 他就說剛剛有一隻鐵釘 就已經結束那個... 強度的時候 他就會走過來我旁邊 他說... 你剛剛真的很危險 有一個鐵釘在那邊 你差一點要毀容 然後他就說 我剛剛有去幫你擋一下 就是你以後不要那麼激動 就是我覺得的確是有一些... 警察他可能知道 大家抗爭的辛苦 然後...也知道 我覺得警察也在受我們的教育 我們每次被抓 我們就一直跟他講說 為什麼我們要抗風車 然後為什麼風車哪裡不好 就跟他開始講安全距離 然後就跟他講 就是... 為什麼鄉親要出來 然後其實那個警察在過程中 就會... 就是好像受到教育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也有一些是真的 他聽上頭的指示 然後我覺得那些警察真的很辛苦 他們可能執勤到凌晨四點 然後可是八點又要過來執勤 抓我們這些抗議的人 他心中就會有怒火 所以他可能抓人的時候 其實蠻用逼 他就是很賭來 他覺得你們這些人就是... 讓我還要再加班 然後...我也很辛苦 曾經有一個女警就是... 好像... 值班太累了 抓我們 然後現場昏倒 就是我覺得... 你要說警察 他們...就是... 有一個壓力 然後... 殷華為這個表面 還是一個... 表面的一個合法 就是... 我覺得就是... 就是他們幫他護航 我覺得這也是... 可以想像的這樣 就是... 關三坡子 很厲害 就是我覺得警察他們也是人 然後的確是有立場跟位置的不同 這樣子 然後你剛剛問說那幾隻 幾隻就是現在已經蓋起來了 然後... 然後... 其實他總共有六隻 是通過那個施工許可 可是他有兩隻 就是... 有可能... 因為那個時間的限制 所以目前可能就只有四隻 那剩下的後面都還在跑程序當中 只是環品已經過了 可是... 相關的籌設... 那個施工的許可 就還在跑這樣子 那我們也是在看說 我們有沒有創造更多的社會輿論 跟抗爭的力量 去... 讓這個東西可以... 可以... 在他有規範之前 就是... 還有一些影響 有一些轉化的領域這樣 其實你們可以多給阿姨回會 因為技術層面的東西 或者是議題本身的東西 我覺得... 可以私下 或者是網路上有很多訊息 可是我覺得阿姨們 他們剛剛都已經開始聊起來 已經兩個開始搶麥克風 新的麥克風 我覺得... 也許可以... 還是我們先唱個歌 我先...先跟你們加油 我覺得... 應該很幸福 因為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忠明婦女 我覺得... 很好 這都... 還蠻去的 描表獎獎的很棒 是... 是... 其實我看到你們的... 是個世宅 那本身有印在的處理 很難 你也是... 那時候我訪問 然後我就上去看 然後看完 有看到你們 那種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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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都這樣吃一吃就想到會 你覺得他跟你們都是... 感到都... 很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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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的... 沒簡單 就是你們不知道是關心 你們自己加了那些事情 是啊 所以他覺得很難 還會走開 我們在主婦給我們師父 餃下時的最高 師父要在家裡 吃東西 我們就在家裡出發的 我們就說 喔 餃子餃子餃子 就說 大家要去家裡吃 所以我們說 當師父都加班 餃子餃子餃子 大家要吃 家裡要吃 所以我們做的 餃子餃子餃子 我們就這樣 我那時候在這兒會去找這個空間 所以妳是說偉大人那時候 我記得同一個年期的那時候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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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麼多話也是頭一次射到 那也是很不耐的的錢 對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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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覺得 要這樣抗證這麼久 不是這麼累的事 然後也不知道會不會抗證會怎麼 我覺得 能夠這樣持續這個事情 是 你最大的東西就是誰 我覺得這件事成功不應該是抗你的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要的是一個安全訊 我覺得這個是 可能是大家在台灣 一起的一個事 因為我們上個月 其實英豪有要跟我們協調 可是我們不要 他協調的條件就是說 院裡他現在有六支的合法施設執照 他只要蓋三支就好 然後叫我們跟他同行 先合約 那其實院裡人不要這樣 因為 我們為什麼會抗議 就是我們很多訊息 像新屋那邊 他是第一個反空車的地方 新屋 他把英豪會趕出去 英豪會跑去三支 台北三支 三支 人家又反他 他又跑出來 結果又去彰化 結果彰化也反他 可是彰化沒打下 結果又去後龍 他到那個地方 大家就趕走他 他就圍他下一個地方 但我們店裡這一場 這些人都靠過來 他跟我們講 他們趕走了他 結果他又去旁邊咬別的人 那我們自己心裡很清楚 如果我們再趕走他 他會去咬下一個人 因為會去害下一個地方 所以因為我們有這個絕對 所以我們上個月 我們堅持不同行 我們要一個安全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成功 並不是說我們 我們繼續把它抗爭下去 就是院裡單獨的成功 我覺得院裡要成功 我們全台這個政策要成功 我們才叫成功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 他已經蓋好資資啦 可是我們心裡很清楚 我們還不說 其實就像剛剛 你也有提到那個 綠色裡面的 其實我也覺得 本來就很重要 一起套路在 這個背景主 其實同一個 我也覺得說 其實剛剛那個開堂牌 那個那個 那個 紅 對 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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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跟反風車是不一樣 我覺得可以繼續加油 因為好像我能夠 我能夠幫你們加油也只能這樣支持你們加油 我希望你們兼職下去 謝謝 風力發電他是可以去跟經濟部能源局申請說 他就是要開發再生能源的風車 所以政府會給他補助 因為他想要鼓勵大家去做再生能源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某個財團 不要講財團 就是某個開發商 我想要開發一個什麼太陽能或是風力 他就有一個政策就是特別補助就是風力發電的公司 他某一個機型 譬如說我剛剛講的120公尺高的 他蓋子一個桶 他就可以補助4千萬 3千多萬 就是他一個塔錄立起來 然後運轉 政府就會給他一個補助 然後同時他的電是賣給台電的 所以他穩賺不虧這樣 這沒有辦法到行政院去糾正 就是我們有到監察院去 這是很大的問題 以前風車不是說台電要蓋了嗎 這銀黃威是什麼時候來 銀黃威是 我記得是89年的時候好像就有風力發電 以前是台電蓋 有台電也有櫻花圍 可是台電後來說他 台電後來表態說風電沒效率 他就不太搞 連台電都說風電沒效率 我好像有看到這個新聞 但是印象中有看到 好像他有自己沒效率 台電沒效率 講這個沒效率我可以講一個笑話 就是好像是新竹香山 就是有一個基座 攻擊基座 他就好像不知道某個什麼原因 所以他就壞掉 所以就燒起來了 然後 早火就是燒起來 可是因為他太高了 然後消防車到了現場 覺得太高了 所以噴不上 就默默等著他 燒完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那個維修的這種大型風機 因為我覺得譬如說像綠蒙 他在推的其實是社區的小型的風力發電 他是從社區自己有一個主體說 我想要用什麼電 我的電可以怎麼來 就是是從一種社區的公民的主體去想 我要用什麼樣的電 所以引進一些小的風力發電 可是現在在講的那種大型的那種東西 他其實不管是維修或者是東西壞了 就是我覺得他其實是有蠻大的 這個是要討論 配套措施都要一起想 一天妳剛剛是有要問什麼 還是要回饋給阿姨 對啊 快點 我先講嗎 就是 就我有去過院裡營營 然後其實在那之前我有點蠻害怕的 因為其實在那之前的抗爭都很激烈 因為警察到現場就直接靠手套 然後我那時候到現場說 我很害怕 就是我很怕自己被抓走 然後因為 其實那裡的鄉親身上都背了好幾條 那個 罪名 然後 可是那時候我到現場以後 雖然辛苦 可是我看到鄉親就是 擋在路中間 然後面對了一堆警察 然後我覺得他們好棒 就是 額 頂著大台啊 然後在 路中間 然後為了擋水泥車 然後水泥車前面還有一堆警察要來抓了 然後那壓力其實是很大的 對啊 然後你隨時都是必須想著 等一下有可能會被抓去警察局做筆錄啊 然後被告 可是他們還是很堅持的 在那裡 然後只為了就是 他們自己 在地的人 我覺得很棒 然後還有 因為你很漂亮 嗯 然後還有 因為你阿姨煮的菜也很好的 OK 等大家有空可以去認定 一題 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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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我就是在清大 然後有主持一些就是關於人員議題的討論 所以可能我的想法還是會比較偏向從人員觀點來切入 然後我覺得有一個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點 那這個點可以延續剛才 玉玉最後有講到一些關於社區發電的那種想像 然後 以及余大哥一開始在開場的時候 也有提到一些就是小型的發電設備的想像 就是說 我們其實可以去看 就是大家可以回去上網去查齁 就在這個風機發展的歷史上面 為什麼會有這個大風機的出現 這其實是來自這個大風機的這個概念的發想 其實是一個核能的專家 這個人叫做Heronimus 他是在美國在二戰期間的時候 他擔任的是一個美國海軍驅逐艦的艦長 他跟海軍的核子潛艇的發明是 在當中他是一個工程師跟發明家的身份 那他那時候他是因為在年紀增長的過程中 他逐漸理解到核能的確有他的不可預測性 跟他的危險性 所以他那時候開始去投入到風能的研究中 那他的重要性是在說他提出了封場的觀念 這個封場就我們剛才講的是什麼 例如說他的跳島的違法環評 我們會提到通院封場啊 然後竹南封場啊 這個封場是什麼 這封場是說 封場的定義是說 在風力資源良好的區域 我們要集中的去佈置多部的風力機組 那這樣一種就是集中化的概念 就是這個這個封場剛剛有什麼重要 是因為他提出的是一個集中化的想像 這集中化的想像就是說 他將原本分散式的小型的風力發電技術 他把它轉變成 如同核電那般的那種大型的技術物的聚合體 那這個大風機的構想在1972年 發表在媒體上面的時候 才導致現在這種就是風力 成為一個普遍的這種風力發電公司 這些企業他們的一個基本的去發展風力的邏輯 那所以這個東西我不知道 我意思是要說 這個東西我覺得 我認為它是一個核電的工業技術的典範 去過渡到風機設計的一個轉捩點 就是1972年的這個 Quanos他提出這個大風機構想 所以簡言之就是說 現在大型風力發電機 我認為這種大型的集中式的規模化的 這種大型的風力發電機組 它本身就是跟核能電廠 去共享了同一種技術物的典範 就是我想要提的是這個 那這東西就是聽起來很 還蠻驚人 那我看到這些資料我覺得非常驚人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思考跟想像 謝謝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剛剛聽完這麼多 那我們在一般的民眾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幫忙 或者是幫助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自己有在想說就是 一來就是我覺得 因為之前其實在院裡的抗爭現場 那個高度就像一體講的真的很恐怖 就是大家都一直點頭 是怎麼回事 都看過影片 對 好耐的景色 就是流氓 就是其實現場的狀況是蠻恐怖的 所以我覺得因為前個階段 的確是那種肉搏戰 然後我覺得現在等於是四肢 它如果立起來了 暫時會有一個就是緩衝 就是休戰的一個狀態 我們自己也有在想說怎麼樣 賠利人 或者是讓外界關心的人 可是它沒辦法去肉搏戰 可是有沒有有一種社區賠利 或者是外界的 譬如說我們到外面去就是辦獎座 或者是把人帶來院裡 就是剛剛一體說院裡很美 我們去走走院裡的海邊 讓大家了解狀況 然後也許我們可以集體去生產出 我們還可以做一些什麼的想法 我們有想要辦一個 譬如說年輕人的 到院裡來的一個營隊 或者是說鄉親們自己 我們也會再想辦法 有一些社區的一些組織工作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因為的確是院裡的狀況 實在是太可怕了 所以我們導致就是那個時間 就是怎麼樣還可以讓更多人 來參與這件事 不是只是用網路好像 我覺得其實用網路轉播 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可是重點是我們的網路 每天都是偷那種很恐怖的 那個打蛋的消息 就是被警察打 然後被保全打這樣子 然後 可是就有 會有人一直說 有沒有比較完整的網站去講我們的訴求 不是每天 我覺得其實有很多事可以做 或者是說 可是那個得要那個強度稍微緩一點的時候 有一個空間 才有辦法人進來 譬如說像這些阿姨們 我們都很想幫她做人物制 就是 就是這種故事可以出來 或者是安全距離的東西可以講的 論述可以更清楚 我們也很需要影片 如果今天有人紀錄片工作者進去我們院拍 我今天如果不用一直用講的 如果我有一支十分鐘的影片 我就會覺得很好 就可以帶來到處放 就是十分鐘的影片 就是我覺得 是很多需要這種 它不是作戰型 可是是需要一種賠力的過程 把這個議題 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傳達出去 可是這個需要一個組織賠力的時間 然後我覺得也是跟 怨女的抗爭的型態有很大的關係 就等於等高度稍微不這麼強的時候 我覺得才有那個力量再去做 然後我覺得等一下 也許我們可以留一些 就是大家的姓名或是電話 就是未來我們有任何的一種賠力 或者是認識怨女的方法 或者是你們想要邀請阿姨們 去講講怨女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資源共享 或者是在幫助怨女的事情 因為我現在自己在辦刊物吧 然後也算是一個媒體平台 那這本刊物現在也有在全盛的書局通路都買得到 然後我想說 我這次來找國姓哥本來是想說 要在裡面開一個宅員叫做小人物社論 然後我們的刊物就叫小人物雜誌 所以我想說如果說有這樣的機會 是不是可以作為這樣子一個 算比較偏主流 但又是獨立媒體的方式 可以讓更多這樣子的生意出去 就包含您剛剛講到的人物質也好 或是包含一些他們的故事 或他們小傳達的訊息 可以透過雜誌這個媒體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架構網站 然後我剛剛有稍微翻過了這本首策 想說因為我們這期剛好正宏結稿的時間 要送給別拍 如果可以的話 是不是我可以讓裡面的一些文字也放上去 嗯可以啊我覺得那個沒有問題 就是弄一弄 然後我覺得那個 你有一些小的東西 如果可以回饋給我們 我們也可以讓鄉親知道說 欸其實外面有很多人 用他們自己可以的方式 在幫忙這個議題 我覺得是都很歡迎你們講 很謝謝你 不會 你是想說大家一起幫忙 還有人要講什麼嗎 還是我們就來唱個歌吧